大家好 我是小老妹 在普洱市玩了几天 现在我已经来到宁尔县了 宁尔的天气真是很奇怪 从普洱过来就是一段路是下雨 然后一段路又是艳阳高照 连路面都没有湿 你看现在这天气 看不出下雨 其实是在下朦朦小雨 今天我本来是打算从普洱市去江城县 然后江城县那边去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江城县那边不是属于边境 江城县是跟老沃还有越南那边接扰 那边有一个蒙框口岸 我之前在蒙框口岸不去 然后去江城县那边玩几天 因为上次我在西方板大的时候 那个蒙海县也能去 但是蒙海县下面的打落镇 那边是不能去的 结果到那一旦江城县不能去 那不能去的话我就来宁尔了 这里是一个普洱游客服务中心 国瑜到站是到宁尔柯英站 但是它不是到那里 是到这里 因为离着宁尔县还有一段距离 你看今天天气很好吧 看到有太阳 但是继续下忙用细语 前面就是宁尔站了 那我现在就走着去宁尔柯英站那边吧 在柯英站附近找个住的地方 现在是一点多了 现在一点半了 已经过了饭底了 看在那边找点饭吃 这附近的大山 二山的茶园啊 好多好多 这个老人牵着牛的过马路呢 那个牛还看我 不知道是不是下雨的员物 你看这块地还是红土地 土这么红 我现在来到宁尔的县城了 你看 这里全是茶状 全都是卖茶叶的 刚才温暑记号在这附近 订了一个房间 价钱跟普尔士果住的那一间 差不多呀 我去看看啥样 先把我的东西放下 你看我的大背包 然后我手里还拎着这几个 太沉了 到了到了 哎呀 进来 开灯 哇 这个房间还挺大 你看 哇 两床床真的不小 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很大 那边是静的 先放下我的东西 太沉了 哎呦 我去 这后面是山啊 又下雨了 你看 这后面是村子 这边有个厂子 哇 大山 哎 看不见那还有一个塔 比我在普尔士住的那个好多了 价钱是差不多的 我没戴帽子会不会显得有点凸啊 从今天开始就更新宁儿的视频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击关注 点赞 订阅 留言 拜拜